请收看 大家来学艺经 各位三星大德 新世同修 大家好 欢迎收看 大家来学艺经 大家来学艺经 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的艺经风水 我们的艺经大学总导师 也就是我们维心圣教的总导师 师父 魂言禅师 带领我们大家来学艺经风水的妙法 当然我们都知道 艺经的智慧就是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 所以说你说艺经大道的智慧有多大 真的没有办法形容 小到怎么小 你的肉眼都看不出来 感觉不出来的智慧 所以在我们的艺经风水学都是非常的科学 而且是非常的理性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环境跟心灵和尔为一 这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艺经风水学 所以风水的妙法就是我们的生活 那生活其实就是融入在艺经里面当中 时时刻刻都存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以其实学习艺经风水就是学习我们的生活 因为艺经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当然大家来学艺经 大家来学习艺经 师父还特别开示 希望把妙法广传 我们每一位在开课的这些法师 讲师们都一定要来接受访问 把这些好处 学习艺经的智慧来广传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就是嘉义中心道场的住持 袁静法师 袁静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雅琪师姐 你好 各位电视机前面善信大德 大家好 我是中心道庄主持观景法师 袁静法师 我记得在我们中心道场 在安座的时候 雅琪有去参加 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棒的 大概那个地方占地有多大 我们中心道庄在嘉义关 泰波市 以前我们五分车路 一个铁静路 一个沾 我们那沾堆有五分 堆一千五百币 五分 五分很大 以前我们小时候隔标 有一个人做一分的餐 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年纪小 但一分就很大了 那五分真的不得了 不过我想请我们的袁静法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知道在我们的道场 在我们的龙边 真的像一条龙 因为我们那里是一个灰龙国座的地理 师傅也去那里 说那里有一个厂材屋 灰龙国座的地理 它是什么呢 九七来水 然后我们那里有一个 像一条龙龙堆就对了 是 是 所以那里是很好的地方 然后欢迎大家如果有这个时间 可以来我们中心道庄 来走一走 拜劳祖 是 是 来参拜劳祖 当然大家来参加 大家来学养 大家来学养 也是非常的殊胜 但是很多人都是包括生意人 或者是一些信众 这些大德们 也都会在我们的中心道庄 来参拜劳祖 祈求劳祖庇佑 家家户户都平安 这一定都是有可能做得到的 所以欢迎大家不要邪魔的路途太遥远了 中心道庄 其实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乡土的人情味 因为在我们家户这个地方 大家都是乡土医 所以老师在想看 应该是用台语比较多 对 因为我们就是台湾人 所说就是台湾人 比较比较比较多 最主要就是说 夜间是我们这个传统的历史物 夜间也是火罗尾 台湾跟火罗尾都是一样的 是 是 是 所以其实我们国台语双生代 台语也会通 国语也会通 但是就是我们这些 应该是信众 还是说我们的学员 听老师说台语的课程 大家都学得很好学 所以在这一次我们的九月份 我们在一金大学 就是结业典礼的时候 学员应该有结业了吧 对 有学员 已经结业了 因为我们是一直都在开 道长是刚开始 但是我在外面的班也是有学员 今年刚结业的 是 是 是 一位导师 就是入门的导师 我都非常的敬佩 因为我也是按初级班来学习的 导师带领我们入门的时候 就是说看到学员他们初级班结业了 马上要进这个课程叫做正期班 老师看在眼里心里有什么想法 最主要的想法就是 他们初级班来学的 最好是能学有到东西 是 东西有些 我们可以应用 我们可以保障自己 是 毕竟这个业兼是我们生活上 十十相关 人好好的事情都在我们应用之中 在我们业兼之中 所以离不开这个业兼 是 从业兼班的时候 最好是学到学校 是 所以因为初级班 再来衔接的就是进阶正期班 那正期班衔接初级班 如果说初级的 我们现在入门的课程 一定要用心的学 这里面有很多的基础的智慧 然后呢 在我们进入正期班 由师父来开市上课的时候 就可以接轨了 对 所以现在呢 我们现在的中心到场 这一期是初级四班 对 什么时候开课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大家 我们在我们国立 10个催高率 这个催时高点到12点 这个礼拜年 刚刚的高额中用 10个催高率 高额中用 这个催时高点到12点来开口 是是 这报名的电话不知道要怎么报 报名的电话 控救12960536 控救12960536 是 所以说 没听到我们的信仰台中 你现在看到我们邀请原境法师来奉门的时候 时间可能超过他开课的时间了 但是呢 我们是只要你看到了 我们现在是10月9号开课 那你可以在四个月之内来报名 这当中的空档呢 如果你觉得说 我头子没听到 老师你会给他报告一下吗 是 因为夜间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进度的问题 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有信不得有 是是 有信不得有的是 我们这个夜间 夜间台下所说的 这个立法的这个 这个资格 没有什么资格认定嘛 没有说很严格的资格 只要你认识自 办理的时候来奥 你如果是四个来 再来接都可以接得上 是是 那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你 我们有很多道场 或是教室开课呢 都是安排在礼拜一到礼拜五 甚至礼拜六 那为什么你的课程 要安排在礼拜天 又在上午的时间 是不是这里有地理的关系 因为我们那是增加所在 增加所在 增加所在 暗时头 交通有的 怕人比较不方便 是 但是因为我们增加人 他叫他说 拜到拜六 中间不都在上班 做事 不要做事 所以我们利用 一周是效果的时间 阿众来这些 或是会经 对着我们的生活 都有帮助 尤其我们农业地区 像我们今年 十六遍的风胎 已经扫过了 如果要复活 会经 你就不用受到孙子 没错 所以圆境法师 就是告诉我们大家 大家来学易经 就是防患于未然 欲其无所生 人的行业 我少害太重燃 我少害太重燃 有什么事情 来庆告坏书 当然坏书是 非常的乐意 很诚心来做服务 但是如果你自己 学会沾挂不挂 那我相信你可以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进一步 还是可以帮助他人的 所以这功德是很大的 那所以说 在我们嘉义中心道场 初级四班要开课了 那地点跟电话 我来跟各位报告 中心道场初级四班 开课时间是 10月9号上午的9点到12点 就是礼拜天 为了大家的方便 那报名电话 请你打0912-960-536 0912-960-536 我再说一遍 就是我们初级四班的课程 在我们十月初到 星期日要开课 在我们最后9点到12点的时间 我们报名电话 空912-960-536 空912-960-536 老师 那如果说 有些人说 我不知道这月经是什么 虽然它是一个很大的智慧 我知道 可是呢 我可不可以先来试听看看 先来知道一下 不然没有试试一个路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因为月经是我们 五六千年的历史的东西 所以这个经不怕别人 所以如果有那个心要来 就是让你疼到你的母亲 你才来立心也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伺疼 不是说来的 就是说你这次要得到 要得到多少 不一定 伺疼 伺疼 对的生法上路 这次要得到的 是 因为师父经常跟我们说 这《易经》的大智慧 也不是师父的 也不是都做的 这是我们的中华民族 五千年来的一个大智慧 但是我们老祖师尊跟师父 希望用《易经》风水庙法 来开拓我们每个人 心灵境界的安详 然后达到家家户户祥和 社会祥和 国家社会就见太平 世界就和平了 因为我们的维新圣教 我们的宗旨就是世界和平 所以说 近来已经来上课的学员 都有一个迷思 就说 我已经这么难学 我进来感觉有 尤其有些人说 我年纪比较大了 我还要再上班 我是家庭祖父 我学的有吗 这个《易经》其实没有困难 在百里来厚的时候 《易经》对我们基本的 我们的五行开始来学习 我们的天干 我们的地址就增加 你要增加 你感觉就说 这个东西 慢慢接触成功的路线 民政 学习的《易经》其实没有困难 我们可以应用在生活上 像我们生活上 我们所代表的五亲的关系 带你来对 我们来学习 之类的得心应手 是 所以听老师那句话 其实不困难 因为雅琪初级班过来 真的不困难 但是有一些该背的基础 一定要的 这是必背 就像我们小孩子 以前妈妈给我们生下来 当我们开始会爬的时候 就要学走路了 走路学得很稳的 你才可以跑 意思一样 所以说我想请问一下 上课的时候 学生可以发问吗 可以的 因为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问 你没有 你不知道 你以后到什么程度 我也很希望 这个学生 他可以问 中医所需要的问题 我们可以找到他的问题 我们来改划 我们一方面 也会增加我们的地色 一方面 我们也会带到学生来服务 是 所以这个课程是非常的棒 有特别的体谅 就是说我们嘉宜 比较一个地方 大家都要上班 但是在礼拜天开课 大家一定要把握 这么好的一个时机 所以说 礼拜天早上的9点到12点 每个礼拜天开课 从10月9号开始到上 上午9点到12点 也就是孝心 中心道场的初级四班 报名电话或者是你想要来询问 请你打这个电话 0912-960-536 0912-960-536 所以我们任何年龄阶层 任何一个程度的人 都可以来上 所以你如果要靠中医不清楚 你也可以来问一下 来报名 来了解一下 中医你记起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严禁法师会非常的诚恳 来给大家做说明 中医就是 控救一二 救六空 五三六 控救一二 救六空 五三六 那云静法师我想问一下 就说我们学习一经风水 师父相当注重我们的心法 尤其是补义的心法 风水的心法 再来非常注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诵经 那法师教学的理念鼓励诵经 为什么我们来上一经风水的课程 还要大家一起来诵经 因为它经这个东西很厚名 它经有得了解人类的人的因果 这因果这个液力要怎么再消 你要叫人解 叫人解 叫人解 那是不可能的 是 由于本身更解 更修才有得了 那说上经是统好的方法 上经有得了解我们的液装 这样才有得了消毒 你所做的这个液 如果是没有上经 你来学的经也是没有效应 是 如果学的经 教民也要上经 是 你越上去你就会感觉越开心 越上去你就会感觉 这个做的事情就越顺利 家庭就越平安 没错 这我个人有感觉 一下 因为我总觉得 当我们就像 心里就像一片纱疮一样 这个纱疮呢 如果你都不清洗的话 这个纱疮呢 可能很多沙尘都枯掉了这边 风透不进来的 你得不到外面的这些新鲜的空气 但是有一天 你把这个纱疮呢 视擦干净了以后 你就会发觉 哎呀空气原来是这么好 那这么样的清新 学习《易经》 那我们要诵经 除了说《易经》的大智慧之外呢 诵经呢 就像说我们心里上呢 可能尘埃很多啦 我们的心里里 已经很多垃圾的东西 我们诵经的时候 就是帮我们清除内心的这些污垢 老师你看我这样说 对吗 对对对对 尚经的统大目的 就是我们心里可以安 这样 真是安静的 我们这里有个堂安静的好日子 是 还要睡也睡到路边 是是是 所以原经法师 因为你是我们现在初级班的入门导师 那我们知道 就是说其实《易经》就是生活 那在我们可以看很多高楼大厦 或者是洋宅风水或者是公司行号 有些风水不如法的 我们可以做正道的 那有些学员他一边学就开始一直看 哦这个是壁道 这个是什么 这个虎王头 这个又是铅鼻水 这个又是玉带水或者是返工的 那老师 你怎么会带他们去外面做户外教学 如果是有这个学员有这个需要 我们都会带这个学员去户外教学 尤其说这个学员 我们如果是说方便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帮这个学员看一个柱顶 是 这个学员中间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大家来参观一个 看什么风水 什么什么地理 是是是 在看柱顶当中 我们也可以做一种的解释 是 让大家了解什么风水 什么地理 对着我们不同的方法再改善 我们都在里面 我们教民在改善 教民也是跟我们在教学 都可以户外教学 这是很好 所以我们知道 学员你只要报名来参加我们的 大家来学艺经 大家来学艺经的时候 你进入了我们的初级班 你就会发觉 我的风水 我的艺经 我有问题 我有挖客 可以来给老师清洗 老师 我们家 不是像老师在改善 毕道看得这么清楚 也不是像老师画的土 说这样四四方方 我们家真的长得很奇怪 那这个一定要老师亲自来看 来指导 是不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很多事情只要我们了解 只要我们了解 只要我们了解 只要我们有的时候 有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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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哪里 到底要迷迷补补补 是不是要这样算的 其实我们中央是 一床堂里面 买起来 我们本座高庄分 里面 通庄 那些叫做中央 也我们后面的中央 从中央 他说中央 他说中央 他说中的中央 跟我们后面的中央 这都对他的租庄 很重要 从这些我们基本的风水学 我们会对同基本的 是 这个 前 前竹策 后 前幕 左边是前楼 这边是白后 对同基本的 我们的风水这四台 四台法制就加 是是 所以其实亚琪访问过很多来宾 那如果说你提到说 左青龙又白府前桌 却后玄武 中间是中央 大家都知道 可是看到风水的时候 不知道 这队要了吗 村子都不知道 那真的 这有时有些人 把那个门项都看错了 那我们说要怎么 找我们家的青龙 的方向 不对啊 老师 这很问题 大调的 我们有的浓浓 就是浓浓 看不到 一般就是说 你从外面看倒进来 那是不对的 那一间房子 在里面 站在里面看倒错 我们的桌球屏是青龙 正的桌是白后 头正是竹策 后面是玄武 这样才是政策 是啊 是啦 所以你的竹策 竹策 在我们家的门头前 千万五千万 东西不好 手 乱七八糟 是有点点的东西 这我们家有时候吵架 这个跟这个有关系 对 所以 我想就是说 现在我们嘉义中心到场 初级四班 要开课 所以说大家快点来报名 你若是住在我们家的资金的地区 要赶快来报名 因为学习易经风水 就是学习我们的生活 我们家家户户都会平安 那上课的时间就是 10月9号 每个礼拜日的上午9点到12点 你现在开始四个里面 都会快来报名 但是最快就是说 最好快来讨就得到 所以 礼拜四有两年的时间 礼拜日开课有两年的时间 就是你必须要在9点到12点 来上课 现在赶快报名 报名的电话就是0912-960-536 0912-960-532 如果是说有卡定 要来寻问一下 老师 我要去你那里 要怎么来 要怎么走 老师 是不是才有一个大目标 在我们中心图中 大家的这个围地 是在我们这个 我们台北市加台工业区旁边 这个旁边有一条 这个脚踏车步道 我们就是在这个脚踏车步道 这里来对 你来由高速公路来 往这个新港的方便来 来到这个马太路 这个左转进来 然后背法公车 再到右转进来 然后背法公车 就是我们中心图中的地方 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中心到场主持 云敬法师 为人非常的正直 而且非常的诚恳 那当然就是说 邀请大家来学艺经 就是可以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进一步还可以帮助他人 所以你如果是有联合问题 要顺问 不可以忘记了 那老师的电话 报名电话 请你记起来 询问电话都同样 空救一二九六空五三六 空救一二九六空五三六 老师 但是有人说 哎呦 这额经好像很迫行 我很多月 或是说 我现在家庭主婦 或是说 我做老师 我完全不清楚额经 从这个额经来法庭公代 是 从高宅我们挪作时尊 来跟我们十五 昏远厢师 田园合议 辽厚 对了七十三年以后 我们的种族 我们的昏远厢师 很直逼 开始从这个额经来 奉扬推共 到现在额经 台湾全省的度顶 有四十几间的度顶 是 从额经 如果是说 金牌二月时尊 哪有可能 一个发展四十几间的度顶 是嘛 而且教室还很多 对 所以说 不要把它想得太严重 因为 你只要会生活 你就会懂得益经 这样说 比较简单 所以说 大家来学习益经 不要把它想那么困难 带一颗诚实的心 很用心来上课 那你就会自然法则 老师在说的是 你只要听得到雷迹 你就自然就会效 你如果不清楚 上课的时候可以发问 老师很诚恳的 所以说 老师 我们知道 你已经有好几期 就是初级 在班毕业的学生了 那这些的学员 你看他们这次又结业了 那新的学员进来上课 老师 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期盼呢 我们希望就是我们附近 这个家庭地区附近 如果是新的学员 无论是家庭主婦 或是上班的 或是对开工窗的 或是做室的 尤其做室的 近年十六次的风胎 或是来学生的境 你可能是什么 你就不会再赴到 甚至说你要做的製作 你可以再製作 没得到好的东西 没得到好的家庭 是 尤其刚才我们的圆镜法师 说 我们家庭地区 工厂也这么多 对 这工厂风水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说有工厂的老板 你白天做行李贪钱 但是也不能贪金 要维持我们的好运 在哪里工厂风水很重要 一定要来上课 所以利用一段时间 再来给大家报告 我们中心到场 就是我们嘉宜中心到场 组集四班开课的时间 就是在十月份 十月份 十月份 十月起到礼拜日开始 这是我们礼拜日的上课 有两年的时间 你不要忘记了 就是在我们礼拜天 再去学的九点到十二点 报名点位 就是 来 老师我们一起来 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大家学《易经》 身体健康新养灵 谢谢 阿弥陀佛 谢谢云经法师感恩 谢谢阿弥陀佛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谢谢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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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弥陀佛